我们第三季的第15集节目 请到了台湾登山家高明和 节目中我们聊到了 他作为职业登山家的经验 和政府圣母峰 以及在被称为 世纪山难中存活下来的 巨细迷的描述 另外他也出版了两本长销书 《一座山的勇气》和《九死一生》 目前在各大尸体以及网络书店 都能找到 想要追踪高明和先生的动态 只要到Facebook搜寻他的名字 就能找到他 听完节目后 你也可以在我们Podcast的show notes上中 找到相关的链接 那么就算大家看到了 这一集节目的长度 来到了两个半小时 一直以来我都是希望 能够把长度做到 90到180分钟之间的内容 从某方面来说 应该可以说是如我所愿 那至于听众有没有时间听完 都是我很在意的部分 有一场远端录音的方式 在经过后继之后 可能我们两个人声音 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覆盖 Delay 或者时间轴的错位 这里还请多包含 如果你让我们的频道有兴趣 麻烦你在当前的Podcast平台 还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请你到我们的Facebook page 点个赞 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 这次能够真正帮助我们 邀请到更多有故事的来宾 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 好 今天节目的来宾 高明和先生 中国百月拍摄计划的创始人 那我相信以他的资历 我真称他一生老师并不为过 他曾经登上世界第一高峰 珠穆朗玛峰 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像是圣母峰 Mount Everest等等 那也在下山的时候 遭遇了世纪三难 并且存活了下来 他的书 一座山的勇气 和九死一生 都创下了非常好的成绩 那其中九死一生 是我在小学的时候 因为父亲的关系 拜读了 那首先请 明和大哥跟大家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 还有盘世贵 主持人 大家好 明和大哥 在台湾登山的活动 其实是非常平常的事情 但是一直以来 所谓的职业登山家 在台湾应该都是属于少数 那能否请这个明和大哥 形容一下 当时在台湾筹备 国外登山的状况和氛围 台湾因为他那个山 其实蛮多的 台湾本身大概有70%都是山 是 那所以平常那个爬山的人 就非常非常多 只不过这个爬山的人有分 一般的礁山 就是说大概1000公尺以下的 几百公尺的 等于是礁山 是 那后来有些人觉得爬这个礁山 不够刺激 所以就开始去爬那个所谓的 中极山 中极山大概就是1000到2000多公尺 这种山 这种山就路比较难走 有时候还要自己去找路 后来有些人发现台湾超过3000米的 3000公尺的山有200多座 这下是更兴取了这个所谓爬台湾高山的这种热潮 那所以早期我们在台湾爬山有所谓的爬那个台湾百越的那个目标 所以大家都到处啊 不管年轻的年纪大的 只要有时间就开始都往高山里边去爬 也就是因为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哇台湾爬山的人这么多 可是呢 因为大家都属于放假周末周日去爬山的 所以一直就没有所谓像国外那种职业爬山的这种职业的出现 那是到后来啊因为很多人爬了台湾很多高山以后 开始有人到外国去 发现去外国爬那种高山才叫做真正的高山 台湾的高山最高就是台湾的御山嘛 三千九百五十二公尺 那国外随便到尼泊尔到印度甚至到大陆去 那个山随随便便都是五千六千七千 还有八千公尺的 所以在那个地方就发现很多人爬山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可以爬 所以就有所谓的登山公司啦 他们有专门的这个向导 也有专门的厨师 还有专门的挑夫 所以这个职业的这种爬山在国外 开始就让台湾的一些登山的人慢慢的发觉说 那台湾也是可以来从事这种职业的这种工作 所以大概在二十几年前有一些爬山很有经验的 他就来开始尝试的就是当做职业的向导 然后他又带人去爬山 那收取每个人看多少费用 所以大概到二十几年前就慢慢有这样的这个职业出现 可是到现在为止还是不多 因为在台湾爬山 在怎么困难的山你要爬一个山大概也花不了太多时间 是 几天的时间 慢慢的尼布尔去践行的人也越来越多 所以就发现说台湾山爬那么多了以后应该往外发展 所以才会开始到外国去爬山 所以因为我我显然是外行 所以我想跟明日大家请教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当然往国外走他山的高度显然是最重要的难度之一 但是我很好奇就是因为由于这些山很 国外的山比较高 那没有办法再一天来回 是不是一天来回跟多日需要去功课的这些山月 它的难度不仅仅是来自于高度的挑战 没错 其实就算在台湾来爬山的话 你爬一天的山跟爬三天爬五天的山 其实他就装备就不一样了 你爬比较多天的山你必须就是要到山上扎营 那你是不是就要带睡袋的带帐篷呢 还有你吃饭你就要带炉子了 甚至你要背一些粮食上山 所以一样的高度 那你如果天数多的话 你势必就要带比较多一点的装备 那你到山上也许三天五天 不一定会遇到每天都好天气嘛 有可能遇到坏的天气 所以你又要准备一些万一下大雨了 甚至像在台湾夏天的时候经常有台风嘛 那你就要考虑到在山上 万一在高山上碰到台风 那要怎么去克服这些都是问题 所以还是不一样 是是是 您在开始筹备攀登圣母峰之前 您的登山的资历大概累积了 哪一些不同国内外不同的山越 其实我在爬圣母峰之前 根本就没有想说要去爬圣母峰 那个时候主要就是说在台湾爬山爬多了 那就很自然而然的就会等于是当向导 然后当领队开始也会去带一些新手 然后去台湾到处去爬山 那后来因为台湾这个山还是蛮高的 这个玉山还有3000公尺以上的山真的很多 吸引蛮多日本人韩国人 还有香港的人都喜欢到台湾来爬山 因为他们发现台湾这个山玉山 都比他们国内他们自己的地方的山都还高 像日本最高的山就是我们都知道富士山 富士山它海拔是3700多公尺 比台湾那个玉山3900多公尺还低 所以好多日本人他们就选择到台湾来爬一下玉山 那他们选择台湾主要就是说交通方便嘛 飞机一搭就到台湾来了 那到台湾来的这种饮食习惯的各方面 他们都还蛮习惯的 还有像香港的人更喜欢到台湾来 因为他到台湾来很多高山 在香港没有那么高的山啊 还有韩国人也一样 韩国人他们最高的山 雪月山呢才1700多公尺 所以他们喜欢到台湾来爬 也是基于说交通方便 然后呢各方面设施啊 都蛮符合他们爬山的要求 所以我就是在台湾带来一些爬山队伍以后 慢慢的也接触到要带那个外国队啦 带日本队啦 还有带一些美国的啦 外国的啦 他们也想去爬爬台湾的高山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发现说 好多日本人 其实他们都跑到欧洲去爬山 或者到尼泊尔到印度去爬山 那爬完山不是要回日本 他就会经过台湾嘛 然后就顺便来爬台湾的山 所以从他们这些韩国的啦 日本的啦 这些登山 其实经验什么都比我们好 从他们的口中就发现说 哦原来他们都是到欧洲去爬山 他们都是到印度尼泊尔去爬山 那边的山 从他们的口中描述 发现说哦那边的山 比台湾山真的是难爬多啦 而且都是冰天雪地 所以就这样子 慢慢的我发现说 在台湾爬山 一般我们都流行说 用践行的方式 比较没有去用所谓的技术性的 这种装备 或者这种爬基数型的这个方法 像那些日本人他来就告诉我们说 去喜马拉雅山爬山不是光用两只脚 还要会攀岩 因为很多峭壁嘛 你要要爬上去嘛 你如果不爬上去 你要绕道不要绕多久啊 所以他们在日本就会学怎样碰到峭壁 就要克服就要爬上去 那甚至在喜马拉雅山碰到冰天雪地 那个冰结冰就像冰铺 瀑布是水 可是水一结冰了就变成硬冰 那你就要从冰这样爬爬爬上去 所以从他们这些口中就知道说 真的要爬山爬得很好 除了体力好 两只脚空无有力 之外呢 你还要一些技巧技术 是 所以就这样子 我大概是1980年代吧 我就到韩国 到日本 甚至到香港 去学攀岩 香港山没有台湾高 但是他那边的岩石岩壁很丰富 而且是英国人在那边开始教攀岩的 我就到香港去 然后我到日本去爬那个雪地 因为日本人下雪的机会多 冬天雪又很厚 是 那台湾比较没有那种环境 所以我就到日本去学 怎么在雪地里边冰天里冰天里边去爬山 到韩国去是韩国他有很多的冰铺 平常是瀑布一到冬天 韩国就结冰 那个就在那个冰铺上面攀登 韩国人爬得很好 所以大概1980年代 我就到了这附近的容易到达的这个国家 然后去学一些在台湾很难学到的这些技巧 但是在就像您刚刚说的亚洲地区 比如说您说的像香港日本韩国 其实这些在他们国家当中 这些山岳的高度其实都没有比台湾的3900公尺的玉山来的高 那但是在攀登山岳那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落差吗 因为山岳放了8800多公尺 那在3900多公尺 就是这个山岳啊 就是以高度来说的话 在您攀登这个圣母峰之前 最高的山岳大概到了哪一个程度 就是6000多公尺还是7000多公尺等等 其实我爬山就像我们小时候练书 从幼稚园开始 然后一步一步的练小学 小学好了就初中高中大学 这样一步一步这样爬上来 我在那个台湾爬了3000公尺以后 我第一个目标就是很羡慕那个欧洲的那个 阿尔比斯山 因为呢我接触到好多那些日本人 他们告诉我说 日本登山技术那么发达 就是他们早期 大概100年前或者多久以前 就开始有日本人到欧洲 然后去学爬山的技术 因为我到了日本去 日本的所谓登山学校去 那些老师就哇告诉我们 他们是怎样早期从欧洲学回技术来的 一听到这样我就想 那日本人是从欧洲学爬山的 那我们就可以跳过日本直接到欧洲去学嘛 所以我很早在1984年我就到了法国 我就到法国去那个法国国国立登山学校 去住了一个月 然后我在那边就跟那些外国人吧 欧洲人很多我也分辨不出哪个国家 当然是法国的最多 可是那时候也有很多从那个波兰啊 从奥地利的有些都不知道哪个国家来都到阿尔比斯山去爬山 那我在法国国国立登山学校 霞慕尼非常有名的 也是第一届冬季奥运会的主办地 在霞慕尼那个地方 看到的都是爬山的人啊 所以我在那边就开始领略到了说 真正的登山圣地爬山圣地就是在欧洲 所以呢这样学了学以后我爬了两次那个阿尔比斯山的最高峰 就是那一座白朗峰 法国人叫蒙不浪 白朗峰有4807公尺 我爬了当然很高兴啊 觉得说哇 爬了一座比台湾最高的3952公尺的玉山还高 可是在跟欧洲的人聊天以后欧洲人 他们讲了一句话 我到现在还记在拿华里 他说 你如果要走爬山这条路 那喜马拉雅山才是正确的目标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们白朗峰虽然在欧洲算是最高峰了 在阿尔比斯山来讲 可是把我们白朗峰拿到喜马拉雅山去 人家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山脚下都比我们白朗峰还高 所以呢 他说要爬山 那就去爬喜马拉雅山 所以听了他们这些话以后 我回到台湾就开始 那时候还是要工作嘛 嗯就努力工作了赚钱了啊几年后吧 我就想说那我要去爬比白朗峰还高的山 所以我就去了美国那个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那个麦肯尼峰 麦肯尼他有6000公尺的高度嘛 所以就去那边爬 后来呢哎觉得6000公尺整个这个 地球上6000公尺的山不要几千座哎 所以应该是在更进一步要爬7000或者爬8000的 所以就是这样子慢慢我接触了这些欧洲的人 接触了这些美到美国去爬山的人 才发现说我的眼我的视野也开始扩张了 也明白说如果真的要爬山的话 那应该就是喜马拉雅山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 嗯嗯嗯嗯嗯 那明和大哥您攀登圣母峰其实一共两次哦 92年一次96年一次 那我想知道就是在92年攀登那个时候 呃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而导致失败 92年那一次因为算是呃第二次我从西藏去爬 因为在91年我就我们就组了一个队从西藏去爬 那个世界第六高的一座山叫秋有左奥有峰 那座山有8201公尺 8201对我们来讲等于是两座玉山的高度对都还不到他的高度是所以那是爬了以后那次也没有登顶嗯啊 因为气候了还有我们的这个经验各方面 所以导致我们那次也才爬到大概八千公尺七千多八千七千多就没办法再爬了 没有办法爬我们退回来但是基本上我们发现 呃如果再去第二年就准备去爬那个圣母峰吗 从西藏去爬嗯我们知道要多准备的就是氧气 因为呢圣母峰跟其他八千公尺的山差别就在说他的高度八千八百四十八公尺 嗯呃一般要登他最主要的这个设备装备就是氧气人工氧气嗯那我们就开始了想说好啊就准备很多那个氧气那时候是跟呃苏联买的因为苏联在制造这个呃氧气很有经验 有了这个氧气以后我们就组了一个队伍 结果那个队伍呢本来有15个人参加 那为了爬那个圣母峰我们就提前呃开始训练 每个月每周都去爬台湾的山 然后要背负重嘛背包背的大概15公斤20公斤这样去爬 然后另外都会定期呃跟台大那个医院的医生合作吧他帮我们做体能测验 我们本身也每个月固定就测验这个队员的这个体力有没有进步 那这样做做做哇卡在经费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去爬这个圣母峰需要的这个经费蛮多的 15个人我们训练了大概半年以后大概有一半发现说哇要抽一笔钱去爬 他们没有钱了算了就退出 所以出发前的呃大概半半年吧剩大概六位 然后到了出发前1992年出发前的这个三个月只剩下三位 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哇那剩三个还还能爬不能爬 那时候我们那个注册费也已经交给那个西藏那一边了 那想说还是去爬吧 那所以大家就三个人组了一个队伍就跑到西藏去爬 我们当时也雇佣了很多大概六七位从尼泊尔来的雪巴人嘛 是他是帮我们做挑夫 帮我们运输一些装备粮食 但是因为那一次总共有几个队伍 包括瑞士的 还有意大利的还有一个东欧的国家是拉脱维亚的大概有四五个队伍我们一起都在那个时间去爬 结果那一次爬这个风雪很大 我们是九月份秋季去爬的吧 秋季爬的时候那个风还有雪蛮大的 温度也比较低 呃最后我们大概爬到了八千公尺左右吧 我们雇佣的雪蛮人一个一个都病倒了 后来只剩下一个比较可以的 而我们发现就算一个雪蛮人可以帮我们 而我们大概也无人为力可以登顶 所以1992年就在这种情况下就退回来 那包括意大利对瑞士对还有拉脱维亚的 也都没办法登顶 因为气候那一年就是风雪蛮大的 所以都那一次1992年那次去爬就都没有成功 那明和大哥你那个时候感觉就是 如果没有呃气候的因素的时候 92年那一次您觉得您您有办法成功吗登顶 呃气候就算好 但是还是我发现后来检讨嗯还是没办法 因为我们雇佣的雪蛮人 呃最后跟我们爬到八千米的只剩下两个 嗯啊两个其中有一个还有点像 呃一直咳嗽啦有点 这个意愿不是很高想去登顶嗯啊有一个是很强烈的想要登顶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有点势单力薄 嗯所以觉得还是可靠性不是太大 OKOK所以主要就是因为气候的因素还有就是身边的这个呃资源就是呃雪蛮人的帮助其实减少了很多这样 对对对其实我们自己体力也虽然也训练的很不错 那时候我记得几乎可以跟雪蛮人一起工作啦什么的而且我那时候发现体力跟雪蛮人也差呃甚至不会比雪蛮人还差嗯但是不是每个雪蛮人体力都一样好是还是有一些比较弱的啊也有刚好又生病 所以这种情况下真的就很多因素加种在一起就不是光一个说天气不好嗯是那您后来在96年的时候又再次尝试哦那抵达到了尼泊尔然后面对圣母峰的时候你的信心有更强大吗那时候 哎九二连其实回到台湾我们检讨的结果嗯当然也有一些缺失啊嗯比如说那次风雪很大我们在7800米的那个那个帐篷都被吹东倒西歪嗯更夸张的是意大利队那个意大利队那个还是什么是那个法拉利的什么呃去汽车 法拉利汽车厂的这个什么驾驶学校的那些教练很厉害嗯结果他们爬到那个地方他们帐篷都被那个倒风雪吹破掉吹破掉结果我们往上爬的时候因为爬不上去我们退回来帐篷的时候发现这些意大利队竟然都躲到我们的帐篷里边因为他们帐篷被吹走了嗯嗯还有那个 啊苏联队的吧他们的帐篷是用帐篷扎好了以后嗯他们还用那个网网子哦网子在保护那个帐篷哎是一个网一个网状的东西又给他绑起来但是还是被吹的东倒西歪所以那时候我们发现回到检讨的结果结果就发现说 真的要爬圣母峰我们是有经验嗯然后我们的缺失比如说体力再加强一些 第二个这个装备再加强一些 第三点就是雇佣的这些协作人员血巴人 一定要挑选好一点的嗯嗯嗯嗯所以这三样这个因素都不不能忽略掉 所以九啊我是93年接到尼布尔政府那个呃登山许可嘛嗯然后就说好我们就因为他批准我们去爬是1996年嘛 1993年的年底批准那我就想这样也好让我们9495有两年的时间好好针对啊要登顶成功的这些该准备的工作好好给他做一下嗯OK所以呃我想明和大哥我这边岔提一下 我想就是稍微了解一下就是攀登这个圣母峰或者是任何一座高山哦当然有您刚刚讲啊比如说攀岩啊以及装备冰爪的 使用啊等等但是呃在训练上面来说您大概呃大概会分做哪些项目因为就我知道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在那样子的高海拔的状况就算呃会有一段是没有办法使用氧气瓶的那空气稀薄是不是对于血氧身体的适应上面也要做相关的训练 呃其实我们在挑选队员的时候了反正我们都是吸取国外特别是日本那边他们训练这个呃要求队员嗯最基本的就是说我们挑选队员都会让他来测试一下他的这个摄养功能嗯那怎么测试呢一个就是到医院去 然后验学啊然后做呃运动啊做运动然后抽血然后就知道他这个摄养功能 大概是多少嗯啊如果不到医院的话我们就是用这个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说让他在12分钟跑那个操场标准操场跑一圈是400公尺嘛嗯那就是我们都会计时12分钟让他跑呃如果能够跑3000公尺以上或者3200公尺以上的话基本上他的摄养功能就已经达标了就是已经可以好好去准备登圣母峰 最基本的没问题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标准第一个来筛选这个队员第二个我们当然就是要训练他负重能力我们要求这个队员最少你要有能力背负你自己体重的三分之一比如说你是60公斤的话嗯那你应该要背20公斤没问题 背20公斤不是说背一下下你要背一整天下来都没问题 然后第二天还可以继续背好所以就用这样的标准另外就是说呃我们也会 慢慢的去呃到那个医院 然后后来我们是找到那个空军 空军呢他们有那个低压舱 我们就去做低压舱的训练 低压舱我们进去以后呢他就把那个空气慢慢给他抽掉 那抽掉以后就可以模拟我们在高海拔的时候空气稀薄的那个状况 那每一次进去呢 呃这个衣冠他本身是会带氧气 那我们受测的队员我们进去是不带氧气嘛嗯啊所以这个低压舱里边他就开始 空气慢慢抽掉 呃抽掉10 抽掉20 然后就慢慢让我们去感受在缺氧状况下 我们这个生理产生的变化 还有 我们这个判断力的变化 所以我们大概一个月会做一次 然后就这样一直做一直做 然后每一次做就会做报告出来 那这样就说让我们对自己本身 在高海拔缺氧状况下 自己的体能状况 都有一个事先的了解 那这样一做就做一年多嘛 嗯啊所以对我们去登圣母峰 呃去适应那个所谓的高三反应 还是有帮助 呃明天大陆想回来 呃主要反刚这边啊就是在 有了92年的经验之后 在96年你回到 这个尼泊尔嘛 那在向上攀登的过程当中 他跟你预期的状况 是一样的吗 呃 还是有一些差异 因为呢在西藏攀登的时候 我们那个 队员还有我们的装备粮食 直接就用那个越野车吉普车 还有大卡车 直接就可以拉到那个圣母峰的 呃基地营 嗯 那圣母峰在西藏基地营海拔就是5000公尺的地方了 可是到了尼泊尔才发现我还差很多 因为尼泊尔我们 从台湾带过去的装备粮食大概有1000多公斤嘛 嗯 结果到了尼泊尔首都家的满都才发现 不是像西藏那么方便 因为他们从家的满都要到圣母峰的基地营 起码要走路走 快的话五天 那你为了做高度适应最好要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我们还要从家的满都 搭乘那个 直升机 把我们的东西先运到那个登山要走路践行的一个村庄 嗯 那个起点的村庄叫做鲁克啦 那个地方海拔才2000多公尺 然后一路就爬升慢慢走 一天走一点 一天走一点 走大概 三天以后就要多休息两三天做高度适应 因为那边海拔已经3000多4000公尺的 然后再继续花个三天时间 终于才可以到达圣母峰的基地营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 跟我们在西藏感受到的不一样 那更不一样的是 从尼泊的基地营开始要往上爬的时候 我们会碰到那个冰河裂系 就是他们英文叫 冰河自己会裂开来 而且不是一个小水沟那么宽度 有些宽道你根本 不敢看 很宽很宽 那为了要通过冰河裂系 你不通过去就爬不上去啊 所以雪霸人就会去背那个铝梯 背了铝梯以后就给他架在那个 冰河裂系上面 当做简便的桥梁 便桥 然后我们再走那个铝梯 这样走过去 穿着冰爪是金属的 然后又踩在那个铝梯也是金属的 我那种感觉有有点恐怖 虽然说会拉两条登山绳当做扶手 可是登山绳是软趴趴的 你变成就是要用力拉住那个登山绳 脚要踩着那个铝梯 一节一节的一个杆子一个杆子 这样夸着踩着 那种感觉在西藏这边是 没有感觉到 因为西藏从基地营开始要往上爬 可以雇用西藏的牦牛 牦牛可以把我们的装备粮食 绑在这个他的牦牛背上 牦牛公就赶着这个牦牛队 然后就大概花两天三天的时间 就可以把我们的装备就送到 前进营地 大概是6400公尺的地方 但是在尼泊尔这边又不一样 从基地营开始往上爬 就是碰到这些 从来没碰过的 冰铺区 有一个很有名的昆布冰铺 昆布冰河 他有很多很大的这个冰块 然后因为雪巴人他每年都会带人爬 他知道要闪过哪边 啊要往右拐往左拐要往上爬 所以呢 尼泊尔人雪巴人就会带我们这样走来走去 所以这个跟在西藏 呃完全感受又不一样 嗯哦 这边有一个外行的问题 就是 如果说从西藏这一边爬上去的是比较简单的话 为什么一定要从尼泊尔那边过去 是说他这个路线是有某种光环吗 还是说 这是就是大家最终刚好这样子选择 呃如果翻开这个人类登圣母峰的历史 从1920年代英国人组队开始爬 爬了大概八九次了都没成功 结果到了一九四九年呃因为大陆就整个封锁起来西藏就不让外国人进去嘛 不然英国人在西藏已经耕耘的大概几十年了呢 他们几乎每一条呃从西藏要怎样去登圣母峰的那个路线他们都 到处去测试 结果呢一封起来他们没办法爬所以他们知道转到南边的尼泊尔去 然后呢就开始测试测试 终于在一九五三年英国队呢 第一次成功的从尼泊尔登顶的圣母峰 嗯 结果这一次一登顶以后后面的人就发现 哎 登圣母峰从尼泊尔可以登顶啊 所以其他的国家就慢慢的啊 美国队啦什么日本队啦 就都从这个尼泊尔去爬 嗯 结果呢一从尼泊尔去爬 他雇佣的这个雪巴人也数量多 然后一一次两次三次一多了以后所有雪巴人 对那个所谓的登圣母峰的路线啊 啊怎样准备啦工作啦 都已经被训练的好像有一个SOP标准的作业程序以后 吸引全世界要登 圣母峰的一窝蜂全部往尼泊尔去嘛 那更重要是原因是因为大陆那边西藏一直封锁嘛 一直到了一九七几年 一九八零年代以后才开放让外国人进去嘛 所以在这呃大概二十几年当中 全世界登圣母峰的 全部都是从尼泊尔去 嗯 OK 那明和大哥在九六年到了呃那一趟 登顶的那趟旅程当中啊你们的队伍大概是有多少人 呃九二年我们只有三个九六年 然后到了九六年我们就有 呃十个队员OK 那十个队员我们是有分要去登顶的 宫顶的 还有分呃支援的后勤的 还有医务的啊 就是说有分分了 那大概有五位要登顶五位做支援的 那我们也雇佣了大概有七八位 雪八人 呃他们来帮忙做这个运补的工作 嗯嗯嗯OK 然后从这个基地营就是base camp 然后一路到了这个 第四营应该是c4 这个过程当中应该算是还算是比较 顺遂吗 呃 算起来是蛮顺的啦因为 那一年大概有11支队伍要攻顶 包括你看啊美国队还有好几支 美国队还有一支是拍电影的 就爱美克斯的 他们就扛着那个爱美克斯那种 大机器去拍那个圣母风的电影 那还有一个就是纽西兰的那个商业队吧 啊就那个罗伯后做队长的 他带了一个商业队 还有一个西雅图来的那个斯卡菲秀他也带了一个商业队来 那说到 纽西兰这个 呃这个是罗伯后这个纽西兰的 他早在一九九九四九五年就跟我联络了 嗯 他那时候就说 哎要要求说我跟他们一起吧 可是我那时候想说 不行啊 他是商业队 那我们在台湾自己组队啊 啊我们那时候没有经费 我们还在到处募款啊 找公司企业来赞助一些费用要去登圣母风 那我们如果跟纽西兰队一起爬 总觉得怪怪的 后来他一而再而三说 哎呀跟他们爬了 他们有很好的这个 医疗团队啦 他们有很好的这个通讯设备啦 呃一起爬很不错 后来我还是没有跟他们一起爬 那最后当然才知道说 那一年开始 尼泊尔政府好像 受到很多全世界一些环保人士的这种 建议吧 就说你圣母风后这样 无穷尽的开放队伍去爬造成圣母风的污染 非常非常严重 那里面应该要控制一下这种所谓的队伍 所以尼泊尔政府 他就说好吧那就 一条路线 一次就让一个队伍爬 那就不会有太多队伍去爬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很多商业队呢 他们一下子 都收了队员都收了费用了 结果拿不到尼泊尔政府的这个登山许可 所以他就麻烦了 所以他就去找 已经申请到登山许可的就跟他变成这个联合攀登 那这样他们就可以去爬 后来我才知道说商业队也是碰到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后来 因为欧美的 队伍实在太多了 他们一再 给尼泊尔政府 讲说 我们这么多人要爬 你一次只开放一个队伍爬 那我们怎么办 后来大概又透过怎样的协商 一九九五年 又通知说 可以了 同一条路线一个季节 可以有很多队伍同时爬了 所以这个变化也是很大 是 那后来您从这个到了C4之后 C4之后马上就是要要登顶了吗 是 那我后来是有看到一些这个相关的报道 就是在美国这边他们美国队他们有一些不同的 形容 有一些争议的状况产生了 那 呃 我在网络上做功课的时候 我大概了解一下 不过还是想从您口中听到 就是从 C4到登顶的过程当中 呃 这个台湾队这边是有一些 呃状况发生 但是后来还是坚持 就是这中间的争议到底是什么 呃 因为在这个高海拔在西附我们帐篷 送上去的帐篷也没有很多顶 那根据这个下巴雪霸人他的建议就说我们 他们雪霸人也希望说一次他们两个 一对一啦 一个雪霸对一个队员 所以他希望第一批有两个队员两个雪霸人这样一起登顶 登顶下来以后交换另外一批两个队员两个雪霸人去登顶 那这样登顶以后就不要住到那个C4 直接就从这个C4下去下下到C2 这样就可以不必在C4 带很多粮食带很多帐篷上去 因为越高海拔要运输越困难 所以我们就分成 A组B组嘛 那这个说到这个美国队这个就问题来了 他们后来才知道就是说 那个有是纽西兰队的吧还是美国纽西兰队的一个 纽西兰队他是国际队吧有很多国家的队员参加其中有一个就是 美国的一个一个杂志吧 奥多什么 一个奥奥多还是什么的户外杂志的一个一个 编辑把他参加那一次的圣母峰 攀登 他本来是要参加那个美国队的那个Scarficial的队 后来好像就就参加那个纽西兰的队 因为价钱的关系吧 结果后来不是出了一本书吗 出了一本书 因为有英文对我们来讲我们不懂 是到了1996年97年 有华侨从美国 回台湾就说哎呀美国出了一本里面去登圣母峰的书有听到台湾的 我没很高兴啊我不错啊 可是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提到台湾的不是好的 他说台湾的第一个这个技术差体力不好 第二个就是说 讲好说哪一天不去登顶 结果又跑去登顶 后来我听说怎么会有这些事情 后来我就请那个懂英文的他告诉我到底怎么一回事 然后我就说有些事大概他们不了解 因为写这本书的人我们也不认识 然后他写台湾的事情从来也没有跟我们交流过他怎么知道呢 他说台湾的这个体力不行技术不行那无所谓啊 反正他们 这种标准以他们标准来讲 那是他们都可以讲 可是至于有一点我就觉得说那一定是不行的 就是说我们有去基地迎开会 然后说选哪一天谁去登顶哪一个队伍登顶 然后呢我们台湾的就不不在那一天要登顶 怎么后来呢要登顶那天怎么我们台湾队也从西佛要去登顶 他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跟自己说的承诺的那个不去登顶怎么又 不一样 后来我就用中文中文写信请人家翻了 我就写信给那个美国对美写美国的那个那个那个书的那个作者 中科靠 我说第一个你说我们体力不行那你自己判断的啊 技术不行 然后你说装备不行啊 都可以了因为我们装备也都是买里面美国或欧洲后 如果装备不行也是 这个都可以了啊 但是 那个说啊去开会啊 哪一天不去登顶 这件事我要很郑重的告诉你 第一个我从来没有去参加你们 开什么会 你去你有参加的话你去问当时有去开会的人 我们台湾队有没有去参加 有我们有这个很明确的吧 啊如果有 那你哪告诉我说我我我们是谁去开会吗 第二个如果我们没去开会怎么会有你说的啊我们 说哪一天不去登顶结果又跑去登顶怎么会有发生这种事呢 结果这封信写过去了也没回应因为 呃有个美国朋友是 美国队的一个经理吧他说帮我信转转转一个月也没回信 后来是台湾有个商务出版社 他主动呢 告诉我说 美国那本书啊准备要出中文版 那他知道说 哎我好像有对那个书中有一些意见有些兴趣我说有啊 他说啊那个作者有没有回信我说没有啊 他说好那就再等等吧 结果等了两个礼拜也没有回信 台湾商务的人就忍不住就告诉我说 我还跟大家讲我给他详细资料说我们总共队员几个啊我们学霸多少啊名单什么甚至都给他说你这个书根本就不正确 他还就按照我的那个给他的名单资料就改了 嗯 但是 对那个所谓的没去开位他本来就说好他改改 那我说好吧终于美国人还是不错啦 没想到 第1天第3天 台湾商务又紧急船船船真了他们用船船的 说那个作者 觉得昨天改的不好 他重新改 就说他书里边提到啊台湾队参加会议 然后 说不哪一天不去登顶的这件事情呢 他不改 然后呢他后面用注决的方式挂号说 根据台湾队说 他没有去参加开会挂号这样子 后来我一听说这个美国人怎么搞的那么不干脆 这种是非的东西啊那么不干脆 后来我就跟那个台湾商务说那这样了他要怎么改他的事啊 你把我请我对他的书中 提到了有疑问的 你把我的信 然后给他当附录 附在书的最后嘛 那他回应的也都给他附在最后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去读就好了嘛 结果台湾商务就这样跟那个美国那边讲 结果那个作者不同意啦 我说啊算了这样也不行 弄的那那一年之后我心里头在很憋不出去 甚至还有一个从美国回来一个律师我还找过他 他说啊 他也很乐意帮我说去跟那个 那个那个出版社那个作者讲 可是他看来看去他也告诉我说美国是这样的 他说我们不行 啊法律上也没有什么不对啊 我们台湾也就说你美国人不行啊 你也可以写书中美国人他怎样怎样啊那个都OK啊 那是才自己主观判断的嘛 但是对于你那个所谓的啊没开会他说你有开会有成 承诺怎样怎样那个到真的是可以去请他 啊改过是但是这样就要透过美国那边的事务所啊什么去处理 啊我一听话又要弄这种法律的事情实在很烦了后来就算了就 让他去吧 所以这件事情就说美国人 啊 还说是因为我们还说我们去爬的时候动作慢行动慢 影响到他们队伍的前进 结果呢 有一个比较聪明的人 发现说有点不对啊 他说美国队你们美国队还有纽西兰队三十几个人 那台湾队只有四个人 那怎么四个人会去影响你三十几个人 你三十几个人队伍拉的很长你才去 才会去影响到人家台湾队 所以这件事情后来也有一个 日益的美国人 他就对这件事他就 打抱不平 然后就后来也拍了一个 类似纪录片的 然后他也去反驳这个他们这个书中的很多这些不合理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也已经经过那么久了 所以现在想一想哎呀也都已经试过境迁了是 后来最夸张的是 本来拍IMAX电影的那个导演嘛 他后来也接受那好莱坞啊说去要拍一部圣母风 而且那个导演是一个叫美丽人生的一个奥斯卡 得奖的那个导演英国人好像他要拍 啊筹备了6000万英镑多少 然后就叫IMAX这个导演先去那个 尼泊尔拍一拍 拍完了第1年结果又不拍 结果这个IMAX这个导演呢就想说他没不拍他来拍 所以他说他花了300万嘛就拍了一部纯纪录片的那个圣母风 本来也他就是去找1996年三弹没有 没有死亡的这些向导啦血巴人啦队员啦做一个 面对面的直接访问 然后去谈当年他遭遇到的状况 然后每个人遭遇到了他 全部集合起来做成一部纪录片 完全的真正的纪录片 本来他约我约说他来台湾也找我嘛 后来又变卦说叫我能不能到美国西雅图去接受采访 因为西雅图有很多他要采访的就一次就解决了 所以那一年我就跑到西雅图去让他采访 采访的时候我把我那一个暴风雪遭遇到的情况 我就一五一十的这样转述给他 那当然找了一个翻译来翻嘛 当他拍完了听完我讲述我在山上遭遇到的 甚至后来第二天被救的时候 还有他们美国队那个队长死在我旁边 这些细节他们从来都没听过 所以他们听了又非常惊讶 然后觉得怎么这些事他们都不知道 后来这部电影就在那个美国的科罗拉多 做首映嘛 那电影节单位又邀请我去参加那个开幕 我去参加那个电影首映以后 有一个Q&A的大会嘛 他导演啊 还有他找一个美国的也是登顶的女生 我们就在上面接受这个听众 观众的这些提问嘛 结果观众里边有一个讲一讲 突然问就说 高先生 你说我们那个美国队队长 最后死在你的旁边 那请问你 为什么不会死掉 我听了听了第一遍第二遍不太懂后来那个导演还有那个欢迎慢慢跟我讲 意思他们美国人意思说我们美国队队长都登顶好几次的 怎么会死在你旁边按你 台湾来的人怎么不会死掉 后来我现在想说我怎么回答你这些问题 我总不能说你们那个美国人的装备不行 你们美国人的体力不行 还这样也不对啊 后来我想一想我们比较 东方哲学的回答方法我后来想到说 哎呀也许我应该是比较幸运吧 结果我会讲这样他们导演说他说他是比较 啦 全场观众大家就哇叫好说对对对你比较幸运没有死掉 所以这件事情后来我就想美国人他们总是有一个比较 优越感的那种感觉吧 觉得说去圣母峰爬山应该就是他们算是比较 等于是主导啦 他们这个体力也好装备也好 他们的技术各方面都应该不错嘛 嗯 是 那敏和大哥我想再回来细致聊一下就是登顶到后车的过程 那第一个问题是你在登顶之后 你脑中的思绪是什么 那时候第一次 在脑中 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什么 呃 两个血巴马 后来我一个队员他不舒服先下去结果下到 还没有回到地要营的时候就在 半途里边就过世了 嗯 然后因为那一天早上 他有去上一号的时候从帐篷外面吧 结果就溜下去了就像溜滑梯溜到下面 因为他没有穿冰爪 嗯 但是我们运送这个装备的我们这个队的血巴人看到他嘛 然后就赶快来帐篷里边 拿他的那个冰爪下去给他穿 还有拿冰服给他 因为他是早上起来啊反正在帐篷旁边就尿个尿没想到就溜下去 结果他就穿了冰爪 他拿了冰服就慢慢慢慢又爬回来帐篷 那时候时间还早 啊等我们 吃了早餐以后 要出发开始到那个第四营 那天发生的事情是在第三营 结果 他才突然都背包背好了他突然跟我讲说 哎呀他觉得想多休息一下 因为他觉得身体不舒服 我直接反应是说啊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刚刚这样滑下去有没有受伤怎样 他说没有啦但是就觉得哎呀有点不舒服啊 后来我就问雪吧雪吧都OK啦他就休息待会还有一个雪吧会被东西上来第3营 然后呢就 那个雪吧再跟他慢慢上到第4营去 嗯 所以那天我就跟两个雪吧人就慢慢的就往第4营 一边走因为走得很慢嘛想说他后面就跟另外一个雪吧就跟上来 结果没想到我们也越走越慢那一天下午大概三点多才到第4营 第4营风很大我就跟雪吧人赶快想办法扎营啊弄帐篷啊 弄到帐篷好了坐到帐篷里边休息 采用无线电对讲机联络哎看那个队员上来了没 结果说他不上来了他往回走了他从第3营回那个第2营 因为他觉得不舒服那不舒服下到低海拔的营地是比较正确的选择 所以也就没事 可是又等了很久哎怎么一直联络没联络上后来雪吧才说 那个队员走不动了啦那我说啊怎么会走不动他说他把那个背包什么东西都背着下山 我说他不是要去休息一下又上来吗 他们说不是他好像不想爬了他把他所有的装备的睡袋的什么东西都全部装到背包 往山下走啊 那我说有雪吧跟他走他有啊那我说哇那里面想办法嘛请雪吧帮他背东西嘛让他轻松 一点嘛 因为突然背那么多东西当然比较累啊 后来又没多久说他还是走不动啊 当时我们就赶快说要让他有没有氧气啊给他吸氧气 雪吧说有给他吸氧气啊可是氧气吸也还是走不动最后整个人就倒在那个雪地上 后来这个队员离那个第2营 也没多远啊 然后就没办法就这样过世 一直到 过了很久一直 我们叫第2营还有队员去check check 结果说真的过世了没有呼吸没心跳了 那是我去第4营那一天发生的事情 那发生这件事情问题来了 因为我人已经在第4营了嘛 但他已经在就是他已经离到第2营了嘛 后来有给他拉拉到第2营放着 我就跟雪吧人讲我啊那这样怎么办呢 有个队员出事情了呢那要不要去登顶啊 结果我就我们队员 在第2营也有在基地营的嘛那大家就商量他说 你现在这么晚你下来也下不来 因为那时候都天晚了嘛 那如果说明天好天气可以登顶大家想说还是去登顶一下吧因为 第2天登顶下来 再处理这个后事吧 也是一个机会 而且最主要就是说 人都死掉了呢我我现在下去也不知道帮不上什么忙啊 就只能纯粹处理后事的事情嘛 那第2营还有队员在那边 基地营还有队员 所以后来大家说好吧如果 明天 好天气可以攻顶的话 那就去攻顶 那第2组的人大概就没机会攻顶了 那如果我第2天不去攻顶 那我们这个队伍真的就 就没有没有攻顶的机会嘛 所以最后就想说好吧那就看听天由命 明天好天气 就攻顶 如果坏天气 就 下策 但是说是这样说我们还是要跟血巴人 商量 因为血巴人我们 估计到是他们有没有什么禁忌 因为出出事情了他们的心里 会怎样的这个想不知道 所以我们又跟沙打就是他们的血巴头 又联络到底怎么样 血巴头说 好啦就这样啊 明天如果好天气去攻顶如果坏天气我们全体下策 结果好了那一天晚上我也是忐忑不安 因为坏天气 要下策也要收拾行李 好天气也是要准备装备往上爬 所以那天晚上其实我也睡不好在第四零 结果到了半夜好了雪巴人来叫啦 晚上12点左右来叫我起床 我以为要干嘛他说准备要去攻顶 我说天气好吗 他说天气好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发现 走出帐篷外面才发现满天星斗 在喜马拉雅山看到满天星斗 我就直接反应说哇真的天气好 所以就跟三个雪巴人就开始攻顶 那时候是晚上5月12点多开始 然后 走了没多久就发现前面也有一些移动的小灯光 那就是美国队跟纽西兰队他们也是一样在攻顶啊 因为那时候是带着氧气面罩一边呼吸 然后因为走的不会很快 氧气瓶供应的那个氧气 调的不是很大 也由不得我说很很用力在走路 一方面也是要保持体力 所以就跟三个雪巴人 绑成一条神队嘛 一条绳子 我们四个人 然后慢慢走 走没多久 发现 我们超越一些人了嘛就慢慢又走应该是美国队跟纽西兰队 到了大概8500的时候太阳都出来了呢 天气真的很好 然后又继续走走到8700公尺的时候雪巴说8700了我们就在那里休息 就在休息的时候跟我上去了三个雪巴人 其中有一个雪巴人他的那个氧气面罩突然坏掉 氧气面罩坏掉他不能吸氧气 那时候他很紧张 然后就笔锁画脚后来意思就是说他赶快退回去 所以那个雪巴人二话不说就赶紧就往山下走了 因为我们在第四营还有那个备用的氧气面罩可以用 他下去就其实他下去8000米的8000公尺的这个营地应该就没事的 剩两个雪巴人那个时候就 东看西看 过了大概一两分钟以后因为我们都坐在雪地上嘛 就来告诉我说哎 高先生 我看我们不要宫顶了 我当时 心里都震了一笑 都已经跑到8700了因为他们告诉我那个地方 8700了嘛 已经是圣母峰的南峰了嘛 离圣母峰才圣100多公尺啊 突然跟我讲说不要去宫顶 我都愣住在那边 两个雪巴告诉我说 感觉这个天气 不太好 他一说天气不太好我就看 天空都还懒的 怎么会不太好呢 但是后来我想一想 因为 他们那个另外一个雪巴人的那个氧气面罩 突然坏掉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不知道什么样 也许是一个不吉利的预兆还是什么 我心里都是这么想啊 但是我又不能这么 跟两个雪巴人讲 我就后来想一想我说 哎呀 这样好不好 因为那个时候也有美国队 纽西兰队的队员也有已经爬到8700公尺了 甚至有大概七八个五六个 又往上爬了呢 他们从8700公尺稍微休息一下又慢慢慢慢的像蚂蚁一样慢慢慢慢往前往上这样推进呢要去登顶呢 我就跟那两个雪巴人说 这样好不好 你看 你说天气不好 他们还是继续往上爬 你看前面那几个人 我们再等个五分十分钟 我相信他们也是有经验 里面有你们雪巴人 那如果他们退回来 我们注意看如果他们是往回走的话 那我们就赶快一样往回走下车 如果他们是继续往上爬 那我们才三个人啊现在剩三个人啊我们速度快啊 我们就可以赶快上去赶快下来啊 我这样一讲那两个雪巴人就说好不好那就这样吧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三个人坐在那边 也就是这个时候那个纽西兰队的队长罗伯后 就从我们的下边一点点就 一步一步的也是很喘的就这样慢慢的走一步 慢慢的走一步 经过我们面前 然后呢在我们的前面一点点就 坐在那边站在那边休息 等他们后面的队员 所以这样一等大概我看大概有个十来分钟吧 两个雪巴人 下来一个什么决定式的 就告诉我说 高先生 要登顶我们现在赶快 我们赶快出发上去 我一听 当然是 也振奋了一下 我想说 还有好不容易准备两三年你叫我退回去 如果逼不得已要退也只好认了退回去 当一听 他说 走吧要登顶我们赶快上去 我也是很兴奋 赶快起他背包背着 然后就跟两个雪巴人就开始 一步一步的往那个圣母峰山顶走过去 本来我想说 剩100多公尺 我们到达的地方是8700公尺 山顶是8848 还有148公尺的那个差距 谁知道才爬 没几公尺碰到那个第二台阶 Hillary Step 那个地方真的有够难爬 因为我们去到那个石头下那个石头大概我看有个 一层楼高两层楼高这么高了 露出来的那个岩石 我抬头一看前面已经好几个美国队跟纽西兰队的队员 在那个石头下面排队等 然后呢 石头上面挂了大概我看有十几条那个新的旧的那个登山绳子 要通过那个Hillary那个第2台阶 Second Step 那个地方 一定都要 拉那个绳子才有办法 爬上去 那我就我们都在那下面等 然后呢 海拔又高那个地方已经8700那个五十八千快8800 结果在那个绳子上的人看他 那么一小段距离爬了不知道多久 每个在下面等的人大概心里头都来 想说啊这教我体力那么差那么爬那么久 我自己也在那边想 可是好不容易轮到我去爬 我才拉两三下我我的妈呀 我的手也都没力气 然后绳子在那晃来晃去呢 后我也不知道爬了多久这个时候我在想说 下面的人应该也在骂我说怎么爬那么久都爬不上去 好不容易翻过那个 其拉里第二台阶 上去就平坛了就看到山顶了嘛 那个时候有两个血巴人已经登顶了 然后呢他就一直招手叫赶快过来赶快过来 我一看剩几十公尺而已呀 那个山顶上很多五颜六色的旗子嘛 我就想今天一定是可以登顶的我就 不跟他们这样子一样的爬那么快 我就一步一步慢慢慢慢爬 然后爬到山顶 雪巴人叫我坐下来 那一刹那我整个脑筋一片空白 坐在那个雪地上山顶的雪地上 左右都是那个人家插旗子的 雪巴人插很多五颜六色的那个金帆 红色蓝色黄色白的这样子 脑筋一片空白 我大概坐了个几分钟哦 然后才慢慢回省呢 才想说啊 真的呢 终于登顶的世界最高峰 圣母峰 那是在多久之后您 开始这个下策的过程 后来雪巴人就帮我拍照 登顶的照片 然后 我背包里边有一些台湾 我们募款的一些 企业赞助的企业公司吗 都有给我们旗子吗 我就 赶快请雪巴人 帮我旗子两个雪巴人刚好把旗子展开来呢 我就一面一面拍 像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什么台湾给我们最多钱就那个 石油公司吗中国石油公司 还有一个什么什么维大陆公司 嗯 啊这个一定要给人家拍吗 回来 感谢人家 然后拍拍拍 拍到最后雪巴说 赶快 我们要下山了 我说好好好赶快 可是一想到要下山 我又 舍不得 我就赶紧 四周围天气还是很好啊 我就这样 一周 就是东西南北都赶快拍拍照片 拍完了呢 然后才匆匆忙忙的跟雪巴人下山 大概在山顶上停留的大概 有个半个钟头有 后来陆陆续续的 我要下车的时候那个 都已经下车走了一段路还没有来到那个第2台阶的时候 就遇到那个美国队的那个队长啊 是咖啡修啊 他那个时候才上来他比较晚一点上来 那下来的时候在那个 绳子那边也是要等一下 因为还是有人从那个地方爬上来 那我们也要等一下我们再溜下去溜下去是比较快 所以您到测到了这个C4之间的过程是OK的吗 测到C4不OK 因为我下到8700的时候 天空开始起变化了 那个感觉在飘雪那个雪当然就像那个棉絮一样了 飘来飘去的 一开始我们也不以为意啊 我看那两个雪巴人很厉害啊 他们都登顶圣母峰很多次了嘛 有经验了 那我只管跟住他们就行了嘛 可是下到再又下了大概100公尺吧 因为 我们本来爬上去的时候雪地上踩的那个脚印都很明显嘛 可是因为那个雪越下越大 慢慢的就把那个脚印都盖住了 包括比我们先下山的几个人脚印也一下就被盖住了 虽然有的地方我们有绑绳子 还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绳子可以有方向就拉着绳子下去 可是这个情况越来越糟糕 到了大概8600多再下一点不行了 天也黑了 那个时候大概已经 我看都6点有了吧 因为我们下的速度很慢很慢啊 然后越下越慢 后来下到昏昏的太阳那时候早就应该下山了 我们发觉不对劲 那时候雪八人开始有点迷惑了他想说我要怎么会变这样子 但是雪八人后真的体力还是 很好 他们还是这样东找西找要找下山正确的方向 后来到了8500多公尺以后 天真的黑了啦 完全看不到了 雪八就赶紧停下来 然后叫我赶快把头灯拿出来 那我就把头灯拿出来 但是头灯拿出来一照下去发现 很糟糕 因为头灯照出去就像我们那个大雾天的时候 我们开车就算把车灯 远光灯都打开 照出去也是白白的 照不到东西 当时那个情况就是我头灯照出去 东西南北 左右上上下下照来照去都照不到一个目标物可以看得到 那时候吓呆了 而且我们往地上照也照不到脚印 都是白茫茫的 有脚印是我们自己 当场踩的脚印 我那时候才发现那个下雪下得很厉害 更糟糕那个时候风很大 我站住原地站住的时候站不住 我必须用那个冰爪 很狠的很用力的给他插在那个雪地上 两只锁握着那个冰爪 那两个雪霸又赶快找找找到他们方向对了 我就赶快跟上去跟的时候还不能太快 因为走太快又怕被风吹的东倒西歪的我那时候才想到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恐怖 有点像在台湾那个 强烈台风的那种感觉 风声有够大的 这时候雪霸人也很警觉 他们就两个人都几乎靠在一起 我就跟在他们后面就这样一直东早西早 又这样大概又花了一个多钟头 大概下到8500到8400左右 估计来那时候已经都不知道 呃海拔多高了 很糟糕了就是我的头灯没电 然后过没多久 两个雪霸人的头灯也没电 那我们都没有带预备的啊 因为想说那个 青庄嘛我们都是青庄登顶马上又回到第四影的 对 没想到哇糟糕了 这时候呢我突然间乌七八黑的 我伸手都不见五指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人历经过这种事情了 你说在暗总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这个手指 一点灯光都没有啊吓坏了 我那时候还叫两个雪霸人但是叫老半天也听不到他们回应 原来那个风声比我吼出去的声音还大 啊我不死心又一直拼命叫还是叫不到那两个雪霸人 后来我自己自我安慰了 我是觉得说 雪霸人真的都非常好啊他们都非常有敬业精神嘛 我当时猜说他们是在找下山的路 如果他们找到下山的路一定会回过头来带我一起下山 我就很有自信了我就蹲在那个原地呢因为风很大 我就干脆坐在那个雪地上等他们 两只手还是狠狠的 抓紧的握住那个冰壶 然后呢过 时间这样过过也不知道过多久 啊怎么没有回来找我 我一想啊糟糕了 因为雪霸人没有灯光他怎么找得到我 而且风雪又那么大 他们叫也叫不到我我也听不到啊 我当时估计是这样 后来我一想不行了那这样我不能一个人在这边呢 这样待下去会死掉了我当时第一个直觉反应是这样 所以我就想我要想办法自己下车 那我就想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 只能凭我那个脚的感觉去踩 看是往低的地方慢慢移动身体 风大的时候我就休息停下来 感觉风小的时候我就动一下动一下我就这样慢慢动 但是动不到十分钟我再估计 我不敢动 因为那时候我还是脚上穿着冰爪 冰爪是那个钢钉做的 钢钉如果踩到那个冰 冰块或者踩到那个岩石 会打滑 我想说如果这样一滑下去一不小心就 掉到峭壁下去就没命了 你想到这样我心里起毛我就哎呀不能轻举妄动不能乱动 我就想说不行 那我就在原地想说那怎么办呢 但是他说风学越来越大 大到实在是 我没办法 逼得最后我没办法整个人就躺下去了 躺下去 我记得当时我 我头脑还算蛮清晰的 我想到我身上有那个无线电对讲机吗 我就赶快想办法把无线电对讲机给他掏出来 在我胸口那个第2层的那个口袋里边 拿出来我就想办法打开 凭那个感觉了因为没有灯光吗 结果打开来我应该打开来我就开始吼叫了 呼叫基地营嘛 我就基地营基地营呼叫听到请回答 叫了老半天也没回应啊 后来又叫了很多次 因为风声很大那时候的暴风很大 我就一直吼一直叫都没用后来我就想明白 当时温度我估计已经下降到零下60度 我全身开始在发抖 然后风声那么大 零下60度我就想无线电对讲机里边的干电池根本 他电池根本没有办法运作啊 没有功能啊 所以我就很无奈的就把那个无线电对讲机又收起来 可是这个时候很糟糕我整个身体开始在发抖 而且他抖得很剧烈 越抖越厉害抖大概不到10分钟就脑筋都一片空白嘛不知道怎么办啊 然后呢就迷迷糊糊想睡觉 想睡觉那时候更糟糕是我本来在呼吸的不是有那个氧气面罩吗 在那个时间点我发现 好像没有氧气了 我那个氧气瓶里边氧气好像被我吸光了 哦氧气没有了我还把那氧气罩罩在脸部 那更糟糕 那没办法我只好把氧气面罩打开来 氧气面罩一打开来那个 冰雪那个雪直接就 铺在我的脸上 就像有人用 一把那个盐巴 抓一把盐巴很用力的往你脸部这样撒过去 那种刺痛 很难受 可是也没办法 我赶快把脸撤过去 然后用手肘赶快保护自己的脸部 那有点撤着脸然后半趴着这样在雪地上不知道怎么办 感觉那个血一层一层的像盖棉被一样盖住我整个身体 就这样抖了没多久就在我要睡着那前一刹那 有一个声音 突然叫我说不能睡 如果我睡着的话我大概就会没命 我也知道啊我知道说 如果我真的睡着我身体就会失温嘛 身体失温很快我大概就真的会没命呢 可没办法 我怎么办呢东想西想没办法 我总不能叫自己 死在这里 但是最重要就是怎样让自己不要睡着 保持清醒 最重要啊 后来我就想了一招 我就很用力很大声吼叫自己的名字 反正也没有旁人在旁边嘛 我就很用力了吼叫了就叫的太用力 整个身体都震动起来 但是也因为这样震动起来 哇让我的这个什么 脑筋就觉得很清醒 然后就会感觉 真的呢 就比较 不会想睡觉那种感觉 可是又趁没多久 还是想睡觉 那那时候没办法 只好又自动的又叫自己的名字 就这样一直吼叫 像发疯一样 可是这时候又不行了 真的快睡着了 我想说不行了 那时候有一个很奇异 奇怪的想法 我想说 好像真的要死在这里了 那我就胡思乱想 人快死了就真的乱想乱想 我突然想说 那我就死在这里 那应该 有原因吧 我就想到说一般人 他死 死掉的时候 医生一般都会开个死亡证明 死亡证明都会写 是怎样死掉的 当时我就糊里糊涂 胡思乱想就想说 那我如果死掉 医生将来会开死亡证明 应该是开什么呢 东想西想 自己就这样跳出来呢 第一个 我就想医生一定说 我是因为缺氧 死掉 因为当时 我在那个地方的位置 高度 海拔大概是8400公尺左右 8400公尺就是空气大概只有我们平地的三分之一都还不到 那我应该就吸不到空气 造成脑部缺氧 然后呢 脑部缺氧就像人中风一样死掉 我就想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应该就是 海拔这么高 温度这么低 低到零下60度 我没有睡袋 我也没有帐篷可以保暖 我就这样活生生的被冻死掉 医生一定是开第2个死亡原因是冻死掉 一想到冻死掉 我说 那知道会被冻死掉 知道会没有空气死掉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来对付来应付 我就这样想一想 一想到这里我就很 很快想到说既然没有空气 那我是不是赶快 多吸一些空气 补足我脑部的缺氧 可是一想到要吸空气怎么吸 我脸部都被那个冰血几乎盖住了 但是我想还是要赶快吸空气才是最重要 我就把脸部被那个冰血埋住的那个 鼻子那个位置 我就开始赶快给他敲掉清掉 然后侧过脸 用手肘保护自己 马上就做那个深呼吸 我就拼命这样吸 那这样这样拼命用力吸 我想说管他了 多吸一些 储存一些空气在我的头脑里边 第2个我就开始想说 每到冬天很冷的时候 我们都会情犹不情犹自主的就这样双手 戳动 拍拍双手 甚至呢就全身动一动 那现在既然这么冷 我想说 我也很快 自己全身就滚来滚去了 戳动 我甚至用自己双手 敲自己的大腿 后来想说脚要动一动 我就脚踢过来踢过去 像在踢足球一样 反正那时候都是乌七八黑的 没有人看到 整个人就像发疯一样 在圣母峰的那个雪地上 翻来翻去 当然我不敢翻滚太大 因为我怕说不行 这样滚不小心就滚到悬崖敲壁去 也不一定 我就感觉身体是比较平坦的时候 就动一动动一动 将一折腾下来 过了大概5分10分钟以后 我再去感受 我发现我呼吸比较匀 那时候觉得说 虽然还在发抖 可是还抖的没有刚刚那么凶悍 感觉好像这一招有效 然后全身就觉得好像会比较好一点 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是心理作用 我就告诉自己说 既然这两个方法有效 我就要直觉 继续的做下去 不要再管外面的暴风雪多大了 那时候真的我就很下心来 就赶快做深呼吸 然后全身动 等做到累的时候我就休息一下 马上又很激情的 又继续做这重复的两个动作 一直做 一直做 做做停停 停停做做 做了大概不知道多少回合 直到有一回 我我好像是转身吧 转到左边也是都乌七八黑的 感觉好像有 密到一个 光线 一开始我张开来看还是乌七八黑的 后来过了几秒钟 我再张开来一看 懵懵的感觉 我左手边好像有一片光线 那个究竟 等到太阳出来 我大概就有救了 那时候真的就有一股很 大的那种希望就在我身上 浮了上来 所以我就在那一直撑着一直撑着 哦那个时候我才发现 是我这一辈子 等待 太阳要出来 等最久的一个时间 嗯 当我看到那个曙光的时候 我还是不敢睡觉 我一直在期盼说太阳真的 如果是真的是 因为我怕是那个梦幻 你知道吗幻觉啊 就一直等等等 因为高海拔常常 头脑会因为缺氧关系产生幻觉 我就怕这样的事情 我就等等 等不知道多久 当我再转到左边的时候 我真的看到那个太阳的那个光 会慢慢在上面 那时候我就确认说真的是太阳要升上来了 那那一刻中我就觉得 突然间觉得我全身很温暖 感受到太阳的温暖 其实那个都是心理作用 那时候 还是零下大概五六十度 对 我就觉得哇 怎么这么舒服 然后就开始想象说我 好像回到台湾 躺在自己家里 那个被窝窝里边那么温暖 然后就开始 哇 大概不到三分钟吧 我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说是睡着其实不是睡着 应该是昏迷了 一直 一直到了大概 早上 十点多吧 这已经是我登上圣母峰的第二天了 也就是1996年的5月11号的早上 十点多了 也就是我我在圣母峰那个冰坡上躺了十几个钟头了 不敢睡觉但是那一刻中撑不住睡着了以后 十点多左右吧我耳朵旁边听到有人在叫我 高先生高先生 我不知道听多久了人家不知道叫多久我终于听到了 然后我才迷迷糊糊的那个眼睛慢慢张开来 看到一个朦胧的人影站在我身边 然后就在这一刹那 一杯那个热水 用小杯子装的 温水 热水 就灌到我的嘴巴里面去 然后在我脸部这样 把我那个血啊冰啊这样清一清的 有一只手 然后我眼睛慢慢恢复 知觉慢慢恢复一看 原来是昨天跟我们爬到8700公尺的那一个雪巴人出现 嗯 当他看到我眼睛张开来 他很兴奋呢 二话不说马上把我整个身体哦 扶着做起来 然后又开始倒那个热水 腰部绑好绑紧 然后他又弄到他的手上绑一个 绑在他的手上 然后扶着我站起来 然后慢慢的 陪着我 两个人 就很靠近嘛 因为他手拉着绳子拉住我 预防我这样滑下去摔倒 然后就从8400左右呢就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这样往回走往下走 那时候我才发现就在这个时候 另外两个雪巴人上来 然后他不是我们对的因为也没有跟我们打招呼 是从我们的左边走过去 我顺着的那两个雪巴人走过去的方向一看 大概离我大概有十来公尺吧 躺着一个人啊 那个人就是美国队的队长Scar Fisio 然后我站在那边跟雪巴站在那边嘛看了一下 那另外那两个雪巴正在帮Scar Fisio做那个人工呼吸 CPU一直做 那我们看了大概几分钟几分钟 好像 他们一直在做 后来我们慢慢离开了 雪巴也不等了 我们那个雪巴就 拉着我慢慢的我们动作很慢 因为我体力也都消化差不多了 最后我看 那个美国队队长也都没动 也就过世了 就死在我身边十几公尺的地方 然后我回到 第四营的帐篷的时候 昨天晚上跟我在一起的雪巴人 他们也躺在那个帐篷里边 他们也很虚弱 后来才知道说他们两个昨天跟我分手以后 也是凭他们登顶过圣母峰那么多次的经验 然后判断摸索感觉 才奄奄一袭的这样回到这个第四营的帐篷 然后告诉我们另外这个氧气面罩坏掉的这个雪巴说 台湾那个高先生应该在8400 如果 可以的话明天赶快去看看 我才知道说 原来那两个雪巴昨天跟我分手以后 他们也是很危险 然后呢幸亏 我们这个另外一个雪巴 提早下 到第四营 体力还不错 所以他有能力又上来看我 所以要不是那个雪巴人来看我 我看我搞不好就死在那边也不一定 在被成功救援回到C4之后 您这样还是一步一步走下去吗还是 对的 因为在第第四营 我们西货就开始 衣服该换的换 然后煮一些热开水给我 喝 一些可以喝的 疫情的东西 但是那时候我胃口也都不好了 那时候我发现我本身已经有一点冻伤了 感觉手都麻掉了吗 脚也都麻掉了 但是呢 第二天我们就从西市 第四营又从八千公尺的地方 有四个雪巴人 前面两个后面两个 然后一样都一条绳子把我 放在中间绑着 前面两个 阻挡 万一我滑下去的时候 后面两个 可以拉住 就这样从第四营慢慢走 走到 第三营 第三营是 7300公尺 在那边我遇到那个美国队的 IMAX的那个导演嘛 叫那个 Davy嘛 然后打声招呼 还有一些因为都带氧气面罩大家也认不得了 就挥挥手 然后也没有稍作停留 又从 7300公尺的第三营又继续往下走 回到6400公尺的第2营 睡了一觉 那到了第4营我们的雪巴头啦雪巴啦都在第2营不是第4营就从第4营回到第2营的时候 我们第2营有我们的雪巴雪巴头我们的队长队员都在那边嘛 然后 那边还有其他国家的登山队的 也有那个医生有个医生我记得 也很热心来帮我看看 说要帮我涂涂药啊什么的 然后就在第2营睡了一个晚上 第2天早上又从 6400公尺的第2营开始又要往基地营走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美国队死伤好像很严重 那美国队都动用了很多关系动用了很多 资源开始联络 叫直升机来救援嘛 但是一直就直升机都叫不来嘛 然后一直等 那我就跟雪巴人也是4个 我记得是4个 然后又从第2营6400公尺的地方又往下走 但是走到大概6000公尺快接近第1营附近吧 我实在走不动了 体力也不行吃东西也吃不下 雪巴一看这样没办法走到基地很危险 所以就他们去找了一个那个塑胶船 那个脸膨塑胶做的是长条形的 应该是在载运东西 在阿拉斯加爬山我们都会用那种东西 像滑雪橇类似的 像滑雪橇那一种 对对对 他们找了一个那个东西来 就把我整个人就用睡袋 睡袋装起来 然后就旁边放了一瓶氧气 然后氧气面罩给我挂着让我可以吸氧气 哎一个人拉一条绳子在雪地上就帮我 赶快往往山下拉 结果还有很痛苦因为那个雪地上是凹凸不平 那个雪橇板那那种船 在雪地上都 我被震的骨头都快碎掉一样那种感觉 但是想说还有总比我走不动 下不了基地很好 结果很幸运的大概走不到几百公尺 奇迹式的那个尼泊那个救援的直升机 竟然下降到六千公尺的地方 嗯雪八人一看呢赶紧就把我拖 拖到那个直升机的旁边 大家斜心合力啊就把我整个人就 丢到那个直升机上面 然后也直升机就直接从六千公尺的地方 一下子就飞飞飞飞到那个基地营 飞到基地营 他们把我抱下来嘛 我实在没力气的 一抱下来我们基地营还有很多队员 我们队的队员嘛 还有我们的医护人员什么都 围过来的嘛 围过来看 哇也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他们说没有 直升机是回过头又去那个六千四百公尺那个地方 六千公尺 要在另外一个美国队的也是动伤的走 一个队员 然后要 带他下来 哎果然不到 一个钟头 不到一个钟头 直升机又降落到那个基地营 大家又赶紧说 要把我一起送上去 又把我推到那个直升机上面 旁边就是那美国队的那个队员 另外一个队员 鼻子整个动伤手也动伤的 然后就我们两个人一起从基地营 直接就送到那个家的满都 然后送到家的满都就直接送到那个医院去做个急救 在被成功救援下来之后 到了医院之后 其实你当时经历了应该是说我再问好了 就是当时您身上是背负什么样子的伤势 然后 呃后来经历了什么样的手术 当时被救援到了家的满都我感觉本身觉得还好啦 因为那时候我发现我的这个脑筋还很清楚 对 然后我只感觉到我的手比较麻 脚比较麻 我知道是已经有点冻伤了 然后到了家的满都去医院医院就赶紧帮我做涂药了 防止扩伤什么 结果第二天那医生就建议我说你还是赶快送回台湾 里面台湾那个医疗的设备了什么的比我们好吗 眼睛也黑了我的鼻子也都黑掉了吗 所以那时候都已经灰色粉红黑色的 所以就被安排说直接赶快啊就从台湾 直飞美国阿拉斯加的安克拉治 然后直接到安克拉治的那个 呃医院里面去做治疗 所以我在美国就真的想说美国还不错啊医疗啊设备的技术都OK 谁知道在美国待了大概整整十天吧 美国医生告诉我说啊 不好意思你这个冻伤太严重了 所有冻伤的部位 那个组织啊细胞啊都已经坏死掉了 救不活了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全部动手术切除吧 一听到这样我就很难受啊 然后在美国开刀也不是我愿意的啊 当地的华侨又建议说啊那你你赶快回台湾吧 所以又买了机票又直接从阿拉斯加 飞为台湾直接在台湾就开始 长达一年的手术 我在那个长根医院啊林口长根医院 因为要回来之前美国的医院已经把我的病例直接用那个传针 传回我要去的那个林口长根医院给他们外科 然后让他们先做准备 然后美国医生开那个可以搭飞机的证明给我 以后我就从阿拉斯加直接飞回台湾 直接从机场送到那个医院去 到了医院医生都知道我的病况了嘛 然后就跟我商量说他准备怎么做怎么开刀 怎么做移植 所以就这样在长根医院 前前后 一年住在住院住一年 开刀开15次动了15次刀 然后几乎每次都全身麻醉嘛 然后就是从我的鼻子切掉重新做个鼻子 两只手 十根手指切掉 然后又插到肚子里边 把肚子的皮肉又移植到两只手上面 然后把我的后脚跟切掉 接着又把我的十根脚趾头全部切除 十根手指头脚趾头切除以后又从我的那个手背 左右手背的那个肉啊 用那个显微手术把那个肉移植到我的脚趾的部分 然后就这样子前前后后大概 就住一年开了15次刀 最后才出院 呃 大哥那我想请问你就是在经历这样子的这个手术 长达一年之后 呃整个复健的过程大概花了您多久时间 呃我复健也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嗯因为我出院的时候已经是1997年了嘛 然后出院的时候 呃是 用轮椅推回家的 因为没办法走连站都没办法站 嗯因为躺在病床上太久了那个整个肌肉萎缩 呃脚也没力量 再说我因为没有脚趾也没有后脚跟 脚底板那个面积小 所以平衡感也相对的很差 就这样回家当然就先都都躺在床上 可是刚回家 呃很难受了就是说 整个人这样子 变成是家人的负担嘛 家里的人每天要帮我 刷牙洗脸啦 大小便多他们来帮忙 然后吃饭自己没办法嘛 因为没有手指没办法拿条根没办法拿叉子 筷子更不用说了 所以吃饭都是家人用条根一口一口喂我吃 但是这种生活 嗯把我整个人都 弄得很 很低沉觉得说怎么突然这样子 后来是在家里想说 啊那一天 其实我到了家的满度的时候 家的满度那些医生告诉我说山上来的消息 美国队队长死了 啊 我就证实 哦那天走了他就 死掉了 离开那个8400公尺的时候 还有那个纽西兰队的队长 也死在我 后面比较高的地方 啊 电影啊什么都在演说他还跟他太太啊用那个 电话还联络 但最后还是走掉了 哦 所以一共美国队纽西兰队他们死了 呃 8个人 我突然想到说我们 呃有个 什么人生哲学 就是说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自己 幸运的活着应该就该满足了嘛 不要再去埋怨什么 另外我也想到说 自己在这种大烂之下没有死掉 那是不是老天爷是有什么 任务等着我去做 也就是因为这样一转换我才想到说 1991年第一次去西马 去西藏爬山我就开始在做 筹备在拍那个100座 大陆那个100座山的那个摄影计划 中国百月 对对然后我1995年的时候已经 拍了大概有 20座了嘛 那想说还有剩几年时间就要给人家拍完 而且也跟人家出版社签了合 合约要出版嘛 那会不会说老天爷知道我有这个计划有这个梦想我还没有实现 就放我一条命吧 让我回来继续做 就自我安慰 自以为是 就想说 那如果老天爷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自己努力 然后赶快来 最起码从打点 自己的这个打理自己 日常生活 这些 该有的这个 能力要先培养起来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就开始想说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没关系我最起码我整天都在家里 自己可以来好好的锻炼训练 所以就是这样子我在家里开始 不是躺在床上 我就开始在客厅 我就用爬的 就像小孩子刚伸出来不会走路 然后我就在家里的地板上 用两只手 这样 手肘也好 用膝盖也好 就在家里这样 移动着 然后慢慢让自己的脚有力量 让自己手也有力量 一方面当然就是说练习这个哪条跟哪叉子 可是还是没办法拿 还好那时候我每个星期都要回诊嘛 然后回去我就跟医生讲 医生就找副健师帮我 副健师就给我一个那个 好像是塑胶做的什么的 套到我的手上面 然后他上面有洞 就可以直接把那个条跟或者叉子插上去 我就套那个东西就可以 用叉子或者条跟吃饭 也蛮方便的 那吃完了就把那 手套一样的 他只是塑胶做的 拿下来 可是 吃不到一个礼拜 我觉得这样吃饭总觉得怪怪的 好像一个很奇怪的工具 家人当然不会觉得怪了 但是我自己觉得 不行 难道没办法自己练习吗 所以后来 副健师教我说如果要用自己的这个 剩下一个小小的虎口来 夹东西的话 首先要借助胶带 所以他就教我 把条跟好 放在虎口的位置 然后叫家人或者 自己看 自己看 想办法 用胶带 把那个条跟先固定 用胶带固定住 然后这样去练习感受那个虎口的用力 然后这样慢慢 一次一次一次的吃 真的我就这样吃吃的大概也不到一个礼拜 我把胶带拿掉以后 大概就有能力用条跟吃饭 我觉得这样能练习起来就不错 后来就这样用条跟用叉子也很习惯 一方面也练习洗脸 练习拿牙刷刷牙 慢慢的就恢复到以前的那个正常人的这种状况 而且我那时候还拿笔 哪笔要来写字 刚开始写 自己都看不懂 明明是写要写的字 但是 写出来了 出现的就不是自己想要的那种字 所以还是慢慢练 就一天一天的练 一方面我就在家里开始扶着自己家里的桌子 然后让脚可以站直 撑久一点 然后移动步伐 所以在家里也好 到医院去那个复健室做复健也好 前后大概历经了半年 半年以后就可以 家人就可以用轮椅推着我出门 然后我就可以慢慢的 自己扶着轮椅慢慢走 那段时间我最喜欢去大卖场 因为大卖场那个购物车很重很大 然后家人买东西我就这两两只那个手肘就靠在那个手推车上面 我就一步一步的这样借的力就一步一步的练习 所以就这样前前后后花了一年时间 到了1998年吧 我觉得说我已经可以走了 走的当然不是很远大概走个100公尺就要休息一下 然后就很高兴说那要重回喜马拉雅山 然后就真的买了一张机票就 回到尼泊尔去 然后谢谢当年就我的那些尼泊尔的雪巴人啊 还有那个直升机的那个 飞行员啊 然后我又飞到西藏去 又开始租那吉普车 都借用那个越野车 然后到 车子人到的地方开始 又去拍我要拍的中国百岳的山 其实这一趟96年呃的旅程从台湾开始 筹款开始 然后一路到甚至到C4要攻顶的那个时候 说第三个雪巴人的那个氧气面子要坏掉 其实这中间有很多 关键的决定的时刻哦 那我不想说 其实有一个问题我我把它列在坊刚上面 我是问说如果您有选择的话 您还会选择盘登圣母峰吗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法啦 因为这个当中整个过程是有很多 决定性的因素 比如说您在台湾如果筹款没有成功的话 可能这个成型 呃不会在这个时间点 或者是说您如果那个时候在C4 8700的时候 或是8800 快要到宫顶的时候 觉得这个氧气面罩坏掉是一个不祥预兆的时候 真的撤下山到C4 面对这个暴风雪的时候 可能也不会这么的 这么的惨重 这么的 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比较 简易的问法啦 但是 回顾这一系列的决定 您觉得 让您重来一次的话 您还会 这样子去做决定吗 哎 我的感觉啦 因为 登圣母峰就像一个运动选手 他在追求一个一生的目标 那他也许是从学校得冠军以后他会参加校外的比赛 他也希望得冠军他觉得自己体力技术 都训练的很好 也许就参加整个县城的比赛 全省的比赛 全国性比赛 最后也许参加亚洲杯比赛 欧洲杯比赛 那最终目标 当然就是去参加奥运会得一个金牌 我想这是做一个一项运动选手 他一个梦寐以求的一个目标 没错 那我想圣母峰 不可谓言 那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一个每一个 走入登山这条路的人 他的一个目标 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很明显的目标 包括你说英国人连续那么多次 八九次吧去登圣母峰 结果也都没登成功 那个莫拉利1924年 结果从西藏登 登到最最后也失踪了 结果75年以后在1999年被人发现他的尸体 就在那个8200公尺左右的吧 人就死在那边 他的衣服上面还绣着他的莫拉利那个字 人家才确认就是他75年死掉的 他最有名的就是他 登了很多次1920年几年他到纽约去 纽约报纸人家访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登山 他不是讲了一句话吗 他说因为山在那里吗 他同样的心情啊 他同样的心情啊我就想 比如说92年没有登上去 可是当我们打包要回台湾回到街顶收拾行李 回头一看圣母峰 哇有够漂亮有够美的 其实那时候我们每个队员都有一股冲动说要不明天再开始 爬一次 但是 事与愿违因为我们的粮食装备 已经都用得差不多了吗 除了说供给的都很充裕 那再休息几天体力培养好再去OK啊 反正高度也都适应好了嘛体力也都可以再来嘛 但是没办法嘛现实 所以就真的只能回台湾 那比如说回到台湾 1993年批准了 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在台湾 到处去募款 找了几十家企业 最后才凑到了大概有800万台币10个人 一个人大概平均要花掉80万台币 这样去登圣母峰 所以当那个下巴人雪巴人在8700 说不要登的时候 后来我心里是在想 好了那就算了 我就这样从8700公尺撤退回去了 那回到台湾报纸当然 会登吗说这个因为天后关系了8700公尺 就退回来了 可是万一那些美国队纽西兰队他们有人登顶 我们的这个运动选手每一次到奥运会人家赞助他 然后都期望他得金牌 可是到了运动场上 千变万化啊回来就是啊 因为刚好吃了拉肚子 或者啊那天刚好运气不好 很多理由 但是 事实就是你没有成功嘛 对所以如果1996年那一次啊没成功 那退回来 那我在想我还是会找机会 做第三次的尝试 然后继续去 爬圣母峰 这是无庸置疑的了 嗯 是 嗯我想最后几个问题哦 这个是 这个也是 非常热的一个议题 就是全球暖化其实对于盘登圣母峰的难度可以是有些影响 那因为温度的升高让在那个海拔的这个温度也开始慢慢的往上升 那我不晓得 就是明天大哥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会不会未来在这个圣母峰登顶这件事情也慢慢失去他的光环 呃 当然啦因为就像这个所谓的边际效应嘛 一个好的东西 第一个人 第一次敞第一口哇 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个美味美食 然后那一样的东西你第2次在 味道感觉还是不错 第三次第4次吃多了又慢慢就觉得好像没有第1次那样的吸引人 一样的登顶圣母峰全世界大家记住的 只有1953年 然后呢这个第1次登顶的这个Hillary 就是纽西兰的那个养风匠 那这以后面有很多厉害的人哪怎样的登到现在4000多人登顶哪 谁记得谁 很少除非说我的朋友了啊登顶啊记住一下不然说实在来现在登顶圣母峰比较没有那么 稀奇了 另外因为因为这个地球软化也是造成很多原因像圣母峰 本来有一个那个 Hillary step 就是第二台阶那边不是有绑很多绳子要爬那一个很大的那个原石壁 结果在2015年 2014年先发生在这个喜马拉雅山那边的雪崩 然后2015年又发生地震 所以圣母峰两次2014年死伤 将近二十个人 2015年因为地震圣母峰那边 光在基地 附近就死了 将近二十四个 然后在第一营还有200多个那个人没办法下来 因为地震的关系把那个冰河整个都震垮掉了 原来的道路全部都没有了 连雪巴人也没办法下来 最后是动用了直升机 分了不知道几批 把那个第一营第二营大概有将近200位的这个登山的 呃队员 才慢慢的疏散回到基地营 那这个 都跟地球软化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地球软化造成温度上升 然后呢本来很结实的 被那些冰 雪 给他牢牢的摇住的那些大石头 也许就是因为啊你冰雪开始 力量没那么强了 因为温度升高了 冰雪开始慢慢融化了 他比较薄了 他的那个抓住那些石头的力道就比较弱了吗一点 那只要稍微一个雪崩 他就下来了 或者来一个小小地震 一震动 他抓力不够 石头就不见了 所以造成圣母峰也都开始在起了变化 而且更 人为的因素就是 因为呢 现在这个各国经济起飞 特别是一些 近代经济奇迹 像大陆 登圣母峰的人 不得了他们现在 呃 企业家啦 公司的老板呢 他们有钱 他们有钱随便找个商业公司 就去登圣母峰了 所以在大陆来讲登圣母峰变成非常热门的一个这个活动 那现在在大陆说 那现在在大陆说只要你有钱和你稍微训练一下 基本上所有登顶的事情都交给登圣公司去了 那这样变成就说大家看待这个登圣母峰登顶的这件事情 不再是以前 呃 我们那个时代 看到一个登圣母峰的 看到他就肃然起敬那种感觉了 嗯 没错 呃 我在我记得我是在去年的时候还有看到一个新闻他是应该是一个日本的登山客 呃他也是后来被发现呃在这个山上过世了 那他那个时候的坚持就是完全不用雪巴人 然后完全我连氧气瓶都不用 就是这样直接上去 然后从来没有成功过好像试了好几次吧 接近十次 但是从来没有成功过在最后一次尝试的时候 呃他也当时在直播 然后后来就这样子在山上过世了 啊像我都在十年前 我不是都在西藏嘛我碰到好多那些 呃登山的真正登山的我碰到一对那个奥地利的夫妇 我碰到他的时候是我下次我去拍山回到那个边境的时候他们也从圣母峰下来他们从西藏登 他们两个夫妇有一个共同的约定就是说他们两个 要登圣母峰一定第一个 都不用养去 第二个 两个人要 都登顶 不能说一个人去登顶一个没登顶 结果碰到他的时候他们 那一次是第2次第3次 两个人都很厉害 奥地利的 都登到八千三了八千五百公尺左右了 但是因为太太不舒服 对 那先生 就陪他下来 嗯 然后 过了一年 哎又碰到他们 那一次又碰到他 他太太又下来了 他被塞伤了吗 那那时候我刚好有一些那个 哎 这个 那个叫什么 可以涂那个塞伤的那些药膏我身上都有带吗 因为我长期在西藏都会准备吗 对 所以我就给他们 他说他的药在后面没有来 那我们就聊天 他那次是第3次 也是没登顶 后来 我就没有再联络了 哎又过了几年 他们又去登第4次第5次都没登顶 到了他前几年 登顶了 他跟他太太两个登顶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像这样的登山精神 哎对一般人来讲就会觉得比较受人这种所谓的 呃注目 还有所谓的这种敬佩 对啊至于你说现在 流行的所谓我花一笔钱 花个像美国 花个五万块 六万块美金 大陆是花个三十五万四十万人民币 然后一切包在登山公司 他会提供你这个高山协作员 他会帮你架设好帐篷 他会帮你呃煮好山上要吃的东西 他会提供你氧气瓶 如果你还要呃额外多一些人帮你背背包哦一个人多少钱都可以讲啊 嗯啊所以像这样的登 当然他还是要靠他自己两只脚 然后身体状况也都 没有生病 然后才能够登顶圣母峰 但是其他的外在的条件给他的帮助的那个力道 呃又不一样 所以这样的登顶 呃表面上看来当然是登顶圣母峰也值得这个喝彩 可是那种登顶的这种含金量就显得很少了 嗯嗯这其中的差别就不言而喻了 对对对 你说真的要有钱的话直接直升机送你上C4 供个几百公尺也算登顶啊 不过这个其中这种啊信念的寄托 是有很大差别 就有人这样搞啊你说2014年不是发生那个基地营那个雪崩吗 是整个所有雪巴人就集体就不登了嘛 所以那那一季2014年就没有任何登山队可以爬嘛 嗯结果就有个大陆的有钱啊 他就自己另外顾呃这个所谓的这个雪巴人 嗯因为从基地营到第一营那条路整个都因为雪崩的关系都坏掉了 是 结果这个大陆的就自己顾直升机自己顾雪巴直接从呃加德满都吧 然后就飞飞飞直接就飞到第一营去就呃 跨过那个所谓的基地营跟第一营坏掉那一条路不能走了嘛对对对他们就这样子啊飞过去直接飞到第一营直接 从第一营去登顶然后回到第一营直接直升机又飞回加德满都 那一次登顶成功是2014年唯一一次登顶的记录嗯但是这个登顶记录被全世界的人唾弃啊觉得说这算什么登圣无风嘛然后那个登顶的人都真的不好意思 这意思然后呢尼泊尔也也不发登顶证书 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因为全世界都反对哎可是大陆的人厉害啊 他就马上跟尼泊尔政府交涉然后捐助比如说100万美金或者捐直升机又捐什么嗯嗯嗯 最后你不好就 诶承认啊 登顶成功啊 还给他一大大的奖赏 就是有这种事嘛 就会说这个商业化到这种程度 经济化到这种程度 就会把整个登山精神 就给他稀释掉 是 最后最后两个问题啦 真的 如果有个广告刊版 这个比较有趣 我以前常常问这个问题 最近比较少 我想如果有个广告看板 那能够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 排除语言这个因素 它可以是一张图片 一个问题或是一句话 您会把什么东西放到上面 会把什么东西放上去 哇这一下子 我还想不出来要放什么东西 倒是我看纽约那个纳斯达克 那个时代广场 他们有把我的那个拍百页的照片 放到上面 嗯嗯嗯嗯嗯 你倒是希望它会是您的这个摄影作品 呃 希望啦 我想说因为我是希望说大自然嘛 那么希望人类能够与他共存 然后呢 不要有说想去征服他的那种 那种很很浅显的那个言语啦 因为我常常跟人家分享 我说哪怕是最矮的一座山 一百公尺 啊你能站在上面多久 除了你在上面盖一个房子住到那边永远 不然你说你登顶圣母峰啊 你征服圣母峰不知道征服什么 因为你不可能永远站在我们征服就是占地为王嘛 那你永远站在那个圣母峰山顶上吗 不可能嘛 啊你有时间性嘛 你总是要下来嘛 那你人死掉一百年一百岁 你死掉了 哎圣母峰还在那边嘛 嗯 所以不要去这个所谓的征服大自然什么 呃 要把大自然当做朋友 然后呢 应该是和睦共处这样子 嗯 在完成中国百月的这个摄影计划之后 呃 您现在应该是已经完成了 我上一次看到应该是已经完成这个计划了 那呃 现在目前您还有在计划其他项目吗 呃 中国百月现在还没有完成了 前年2019年我是完成了 呃 拍了92座 OK 然后本来去年想说剩8座应该努力一下 也许去年可以完成 2020年 但是2020年整年都没办法出去 对 那今年2021看来也不太乐观 对对 所以剩8座还没有完成 我在找机会啦 找机会反正如果现在出去就是先隔离14天啊 回来再隔离14天 然后到了大陆这个省隔离14天到了那个省也许隔离几天反正 但是到时候真的不行就试着用这种方式去给他完成 因为再拖下去也真的太久了 哈哈哈 不会啦 我们都慢慢的来等你完成 放下啦 放下但是我从今年就在做那个所谓的品台湾这个摄影计划啦 反正在台湾嘛 品台湾我当时是想说因为在家里没事就去书店买书啦 买那个什么台湾全记录啦 记录的整个台湾从葡萄牙人发现西班牙人来 然后接着有一些法国英国美国还有日本人来后来这个国民政府来 反正就是说这400年来历经了很多的变迁 然后那本台湾全记录都有记录一些发生了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 那我就想说我是一个摄影的嘛 那我应该用摄影的方式来怎样表达这400年来发生的这些重大的事件 那我就从400年来那些重大事件里边 我大概初步挑了一百七十几个点或者事件我想说去拍 所以我今年大概就在台湾跑了一圈两圈就拍这些 拍到现在也拍了大概六七十个七八十个点啊 那我还继续继续拍拍到大概今年年底应该可以拍完 是那我当然这个品台湾以及中国白月的这个网站啊 以及各种连结我们都会把它放在我们的podcast show notes里面 所以听众可以很容易的去找到 那呃明文你刚提到这个 近三呢环保的这个议题 其实我最近呃有在彭博社上面看到一篇报道啊 那很多人说啊可能喜马拉雅山太多人去爬啦 然后呃需要一些进山的事情啊 然后有一些人也对于雪霸人有很多的同情哦 说是呃因为过多的登山客啊 呃小看了这个攀登喜马拉雅山的这个风险 然后以至于这些雪霸需要牺牲救人哦 那呃其实我看到了这篇彭博社的报道 他讲到说因为疫情的原因哦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疫情 因为疫情的原因尼泊尔直接锁国嘛 那以至于当呃今年的这个登山客减少了非常多 如果已经不是完全消失不见的话 所以这些雪霸人因为没有了登山客 所以在当地的这个经济陷入了困顿的状况哦 其实我就在想 其实当中或许没有谁害谁的问题 或是进山不进山的问题 其实应该是说只有大家为了各自不同的信念拼搏的过程啊 那以至于后面应该要怎么样管理这个入山的人数啊 或者是几个梯队等等那倒是另外一个议题 管理是要管理是要管理的 只是说我在想可能作为人类想要去探索极限的这个信念 可能永远都不会消失哦 不管你是要往最高的山脉去攀爬或者是呃去探索这个地球海底最深的地方 其实这种信念这种欲望是不会被消除的 嗯没错 因为啊前仆后继了 因为有人不知道这个山呃多高 有的人觉得说哎 他的目标就是在那边 那所以有人愿意去尝试去探险去探究未来 但是他总需要有一些所谓的助力协助人员 那雪八人在这一方面他就扮演属于补助性的辅助性的力量嘛 但是是这样的就像说我们讲句很现实嘛 就像你美国现在在科技啊 他比较进步 他在卖iPhone手机 那他在卖iPhone手机 他找的人工是找到大陆那些低层的人在做 然后低层的人他的讲句难听的 他也是这样日夜三班这样在帮你组装 然后他赚的钱很微薄 然后呢他东西弄弄弄弄到你美国 你去卖你一只手机可以赚很多 你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公司资产最多的 但是那些底层的人帮你做的人 我就感觉有点现在 你全世界有名的赫赫有名的登山家 登顶圣母峰的怎样的光鲜亮丽 但是造成你光鲜亮丽的后面的力量 这些底层的雪八人帮你背东西 雪八人帮你煮东西给你吃 雪八人帮你赶这个牦牛送东西 反正这些人经常还是会有 到现在还是一样 就是说这个世代 那强的人他会动脑筋去弄弄弄弄这些东西 然后弱的人他说在雪八人 我也常跟他聊天过了 他说他的人力就是这样 他能够这样去山上跑一趟 像我们当年请雪八人 一天他的工资是四块钱 五块钱美金 1996年92年的时候 一天五块钱美金 然后1996年就是说 他要登顶的时候 我们要给他一千块美金当做奖金 那他这样一年如果说能够去一趟 他可以收入大概一两千美金 在他们的那个雪八社会里边 他算是蛮小康 甚至算富的中上的那个阶级 那对他们来讲 他觉得赚那个钱 他是他的人力 他也可以去承担的 那他赚那个钱 所以这种事情你说 怎么去谈呢 你在一百年后 还是有一样的这个问题 在持续在发生 我想这个是一个完美的 这个做ending的地方 我们从开始到现在 已经录了两个半小时 谢谢 对啊 已经过了两个半小时了 所以明和大哥我这边就 我们大概就在这边结束 那就像刚刚讲的 这个我们这个 您的这个品台湾的这个摄影作品 以及这个中国百月的这个摄影计划的所有作品 都会放到我们podcast show notes当中 以供听众查阅 那今天我们大概就在这边结束了 谢谢明和大哥 好谢谢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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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